北京市环保局4号宣布将以电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取代高污染的燃煤 在2020年前禁止室内六个城区的燃煤发电以便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国环境论坛项目主任吴兰 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环境问题在于能源消费量太大 如何管控能源运用并有效执行政策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 不过它只是一个必要的更大的更完整改革的一部分 现在有些部分无法实施而且在执行上也遇到许多挑战 例如单单只是对能源消费涉嫌这一项 现在也只有设定目标而已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就算人们不遵守也没有法则 此外乌兰还说中国能源消费量惊人 能源生产的速度能否满足需求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自2000年到2007年中国的煤产量增加了一倍 2007至2014年又增加一倍 目前预估2014到2020年还会再增加一倍 因此政府要解决污染问题当局不但要严格控制燃煤 更需注重能源运用的效率问题 中国为限制能量消费总量所采取的措施 尤其是煤的使用如果能严格实施 将可以为其他清洁能源的使用提供更多机会 事实上中国在加快太阳能和风能的运用 只是他们必须在能源使用的效率上做得更多 北京市环保当局表示随着近年北京燃煤消费量连续下降 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也大幅下降 因此减少使用高污染的燃煤的确有助改善空气质量 不过由于北京在2012年的煤炭用量 仍然占了能源消费总量的25.4% 政府希望通过有效措施 能让煤的用量在2017年降到10%以下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一些新的能源政策 来改善东部一些主要城市的空气污染 包括在西北部地区建设新的煤制气工厂 不过环保组织认为 这只是将污染转移到中国的其他地区 另外关于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 美国公共健康专家说 车辆的气体排放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除了减少燃煤的使用外 还必须加强控制车辆的排放 如此才能降低空气悬浮粒子的浓度 减少空气污染 对人体心血管和呼吸道健康的不利影响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莫菲的报道